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面上看好像是改变得非常大 是不是不想要留学生了 这个我感觉还不是 那其实留学生是给加拿大赚钱的不是 是啊 是啊 是带来很多收入的 一般留学生的学费 比本国学生的学费都高五到六倍 还有他们还要住宿啊 吃饭啊 还有个生活上的一些开销 所以给加拿大是带来很多的经济收入的 那为什么不要了呢 这个可能这个有很多的那个顾虑 首先有人认为是留学生给难民腾地方啊 腾资源 另外有你说 有可能我觉得是觉得留学生过来 那个租房子住 他觉得没没办法不够住了 对 这里是其中有很多人在抱怨的 而且太多留学生过来了 不断的推高了那个房租的价格 对 因为他们来了这里肯定要住了嘛 而且有很多留学生他就愿意付半年了或者一年的房租 的租金 然后很多房东看到这一个是能把更多的钱 现金收到手上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是相对有利可图一点 挺好的呀 但是当地居民就不愿意了 那他们就相当于把那个房租价格推高了一点了嘛 哦 这样 这是其中一个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呢 有的人就是为了 为了更省钱嘛 很多留学生为了更省钱嘛 就是很多人都很多人住在一起 特别是上次我们不是坐过一起 Brampton的那个城市对这种出租房要进行管控了嘛 他是因为发现有的学生 就说十到十五个学生挤在一起住在地下室 像这种呢 就会引起有安全的隐患啦 也会让大家的那个生活环境搞得很不好 对 留学生太多 如果挤在一起的话 就是太多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 有的人发现这些留学生过来 他们不在上学 他们来了先打工 哦 是得免费工签了是吧 相当于是这样吧 他们来了先去打 先去打工不仅仅是打那种 就说国家规定的可以打20小时的工作 除了之外他们还去打黑工 哦 这样子会把劳工市场拖啦 对 把劳工市场也搞得挺乱的 所以所以现在国家对这个留学生的限制就是在今年开始对这留学生进行了一些限制 嗯 那看来还是有道理的 是的 是的 因为加拿大2022年和2023年对留学生的数额是已经差不多达到了100万大关了嘛 哇 这么多 是啊 我们没有估计到会有那么多人那么多留学生都到加拿大来留学 哦 是不是他们都跑到那些私校去了 没看到正规学校不会收这么多 不可能一年增长百分多那么多 对 很大一部分都跑到私校去了 呃 那种私校呢 不仅仅呃有很多是不正规的学校 ho 啊 有很多的学校 嗯 他就是一些呃呃呃 呃 预科班假 呃 还有一些培训机构啊 他们也也也把也当作是一个呃 学校这样来对他们呃进申请呃 给他们visa 哦 所以我在这我呢我在来说说今天具体实现的处时是什么 嗯 是什么呀 第一个就宣布对国际留学生 入学实行临时的两年上限 他们就是那学签是有上限的 然后今年的那个新的学生签证 就减少35%了 减少好多呀 是啊 2024年批准的学习许可 就上限就是36万 比2023年就减少了35% 另外一个对这些学生签证 还是对他们的资金证明 是资金是有严格的控制 必须他们证明 有20635元 他们才可以拿到签证 就比去年也高了1万块钱 1万块钱加币 有一部分学生就是对于配偶的话 配偶的签证是以前是可以过来 也可以有工作的 现在就是配偶 就是不能出去工作了 本来原来是一个人申请 然后可以把配偶弄过来 也打工 他自己也打工 两个人打工 对 现在只有一个人打工 对 那这个其实还是限制那些便宜的移民 我觉得那些贵的在多大旁边 住自己四五千块钱的那种 他还是有钱 而且正规是吧 是的 其实大家也不要那么担心了 这个主要是限制本科以下 专科培训机构的这些学生签证 对于研究生 博士生 并没有有实际性的变化 也不受这个限制 那还好 那看来政府定向打几家 是不是影响了Brampton的房价 这个不仅仅影响Brampton 四家宝也有不少这种培训学校 我觉得四家宝也会受影响 四家宝也可能也会 也是这种专科学校多的地方 有可能是 是 而且这种留学生 我觉得其实来的人挺多的 我以前跟有一个朋友 曾经调查过一个叫 Chikutimi 就是在魁省 很北很北 就是蒙特利尔还要往北 开一个500多公里的地方 突然发现那里 那里是一个 有一个魁北课大学的分校 那里有大概 100多个中国留学生 是吧 人家不知道 就是看见加拿大有很多不知名的学校 对吧 是 还有上次我们不是发现在 Brampton有很多很多的学校吗 很多是这种college 对对啊 而且这些留学生来了 也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 有媒体报道在 多伦多 Brampton寺 就是奔顿寺 有个叫 阿尔科玛大学 这个我从来没听说过 他们有一群留学生 因为有一门成绩不及格 他们就在校外举行无限期的抗议活动 他们本身有很多人是 在同一个 IT 课上挂课已经挂了两次了 嗯 但他们就 这些学生就认为教授和课程评分系统有问题 所以就不断的在抗议 最后学校不得不重新审核成绩 让他换一个教授 让他们重修这一门课 这不是冥想的学术 受到干预了吗 嗯 我也不知道 他是因为真的是因为老师穿 还是学生穿 这个而且这 这些挂课的学生 有130名都是印度留学生 嗯 Brampton就是印度老家 媒体说是Bundravi student 所以说最近来 最近几年来多伦多啊 来安省的这些国际留学生 还是质量还是参差不止的 而且很多人是想来这里打工的为主 对啊 我感觉是这样 这就是大读科学的这些学生 他本身来自上学 你看学一个科学 去跑这么远来上个科学是吧 没有什么意义 我感觉他们就是还是想要加拿大身份 通过留学来 来来打工 然后有一年 配偶如果在这陪读一年 他就有一年的工作的经验 然后他就可以申请加拿大的本地的快速移民 省提名 所以有一些 虽然加拿大政府 一直以来对这些国际留学生啊 都是采取鼓励的政策 也从打工 给他们打工 可以在校外打工的时间 给的比较宽裕 但是有一部分人就利用了这些好的政策 滥用了这些政策 那是引起当地居民啊 还有真正要来留学 读书的人 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产生了不方便 生活上的不方便 对 所以应该 我觉得孩子政策应该支持一下 这样 好 我们今天有关这个 加拿大对留学生移民的新政策的改变 我们先聊到这里 小伙伴们对这个政策有什么意见 请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我们下期见 再见